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Ann與Nam的頻道 我們今次分享羅艷興的藝術人生 羅艷興在1929年生於廣東省順德縣 他在上世紀40年代已經開始活躍在香港的離縣舞台 1949年開展他的銀色旅途 重影和舞台藝術生涯 他形象百變、氣露中環 堪稱是多產量和飄防號召力非法 20年間主演超過300多部電影 他的端莊艷麗的外形 加上紮實的粵劇舞台技藝 再加上自然流露的演技 成功塑造了無數經典角色 曾組織過艷塘王劇團 《鳳球王劇團》 《千雄劇團》 和《寶艷紅劇團》 而且拍攝電影 多數與《紅線女》 《馬思曾》 《文國飛》 《新馬思曾》 《羅劍郎》 《何飛凡》 《麥秉榮》 和任劍威合作 他的經典作品包括 書 üzם 《桑雄》 薯赫衣托美人威 《船弓艷史》和《夜光杯》等等 作為華語影壇的第一位 以扮演女俠著名的電影明星 羅艷興演活了梁雨生筆下白髮魔女轉的《練藝尚》 金庸名著《碧月劍》裏面的《瘟儀》 和一系列的《七劍十三合》的無合電影 憑著他疑古疑今的扮相 開創了時裝月曲歌舞片的潮流 他的《船弓艷史》和《力盡滄艙一美人》裏 華麗摩登的女王形象 帶領時尚蜂魔了萬千影迷 偶像魅力和演技兼具 令羅艷興的戲路作多方面發展 在時裝和舞學片以外 同時主演了無數深受歡迎的倫理片 神怪和傳統戲曲電影 當中包括《椰光杯》、《十兄弟》、《大冬瓜》、《飛夢奇緣》、 《代代柳文柴》、《西漢》、《西河會妻》、《大紅袍》、《迪青》、 和《寒江關》等 堪稱香港粵語片《殿堂級》的女演員 1978年才在《麗的電視》演出 該台首套長編劇《追逐》 在年中再在《街藝電視》拍攝劇集《明流情史》 到了1986年就和吳千鋒、任兵儀、阮兆威等 完成金龍劇團的演出後 休息了三年 之後在1989年就和羅家英組成《春秋劇團》 就開始淡出舞台了 羅艷興曾經與七位粵劇名演員 傑儀金蘭號稱白卯丹 他們是鄧碧雲藍卯丹 鳳王女紅卯丹 余麗珍紫卯丹 吳君麗白卯丹 于素秋是黑卯丹 藍紅是綠卯丹 臨鳳是黃卯丹 而羅艷興就是銀貌丹 在1953年6月7日星期日 羅艷興嫁給何非凡 當晚在石塘咀萬角酒家 設現吸引了大批香港市民圍觀 可惜兩個人在1957年5月就離異 羅艷興曾經演出過電視劇 1977年12月香港麗的電視 追逐飾演中學女教師 碧子和下閘和上閘 紅器官血淺柳家村 敲打紅樑 七劍十三合的上下閘三閘 方細玉火燒紅蓮子 而1950年有 七劍十三合 關東小合大破蓮花鎮 江湖二十四合 方細玉父子報血手 關東小合大戰女標師 江南八大劍合 少林七合五探 俄眉山的下閘大結局 俄眉飛劍合 玉面霸王大戰野女郎 七劍十三合的第五集 綠亞彩 綠亞彩 花佳池武 人海萬花童 大刀黃五血戰小霸王 真假方細玉 和白眉毛三戰白菊花 來到1951年 他有紅衣女俠 風塵四傑 方細玉正傳 無敵連環錶 大破連環債 花木蘭 三打竹家莊 昆倫三劍合 女俠黑茅丹 白箭神功 關東飛俠大戰方細玉 雷電追風劍 飛刀李鳳嬌 珠海三雄 大刀黃五 肉血籤仇記 千金小姐丫鬟賣 三打竹家莊的上集 好,今天分享到這裏 請大家點贊、留言、分享 還有記得訂閱,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